说怨,杂言,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查乎治乱之计,审乎人情 知所去救,故,虽穷不楚王国之事,虽贫不受乌君之路,是以太公欺识而不自达,孙书敖三,去向而不自毁,何则?不强何非其人也? 太公义和于周而侯七百岁,孙书敖义和于楚而封十世,大夫众存亡,悦而罢,俱贱赐死于前,李斯基公于秦,而足备五行 尽忠幽君,威申安国,其公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备行,所目所由一也 故姬子去国而洋狂,饭离去月而易明,至,过去军地而更兴,皆见远时微,而人能去复世,以必蒙生之祸者也 夫暴乱之君,孰能离职,以义其身,而予于患乎哉 故贤者非为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义而明主之暴也 彼甘死咒,而不能正其行,子须死无,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健而死,世足明主之暴耳,为时有义如秋,豪之端也 是以贤人必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仍然厚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仪,君臣两,与,终身无患 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思亦不能以,敏世之乱,幽主之威,以无资之,深,赦必赛之路 惊乎缠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祸哉? 顾文信,侯,李思,天下所谓贤也,为国际揣威射隐,所谓无过策也,战胜功取,所谓无强敌也 鸡,功甚大,势力甚高 贤人不用,缠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人不能去,至敌鸡功,不失秋毫,避唤去害,不见秋山 鸡其所欲,以至其所恶,岂不畏势力获哉? 诗云,人之其一,莫知,其他 此之未也 此时登无山而似往,溃然而叹息约,乌乎悲哉 是有名于事情,不和于人心者,有何,于人心,不名于事情者 弟子问曰,何谓也? 此时曰,西者吴王夫差不听吴子虚,尽忠极见,绝目而孤 太宰匹,公孙洛,偷何苟荣,以顺夫差之至而伐无 二子沈身江湖,头悬月旗 息者费众,厄来格,长逼绝尔,重吼虎顺咒之心,欲以何余意 五王伐咒,四子,身死目之也,头族一所,比干尽中剖心而死 今欲明事情,恐有绝目剖心之祸,欲何人心,恐有头族一所之患 由氏观之,君子到辖尔 成不逢其民主,辖道之中,又将危险必赛,无,可从出者 其设子献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禅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 非其说一也,所,听者一也 故以争谓语,非贤之罪也,以干谓苦,献谓之过也 弥子侠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军车罪悦 弥子侠之母疾,人文,夜网告之 弥子侠,善嫁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 为母之故犯月罪哉 君有果缘,弥子侠时桃儿,甘,不禁而奉君 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 即弥子侠色衰而爱迟,得罪于君 君曰,是故长脚无车,又长时我已于桃 故子侠之行未必便出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声,便也 顺耕之时不能立其邻人,即为天子,天下待之 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于天下 孔子曰,自祭孙之赐我千中而有一亲,自南宫相书之成我车也,而道家行 故道有识,而厚重,有识而厚行,威夫二子之赐,修之道,机于肺也 太宫田不足以常重,于不足以常往,至天下有余志 文宫种米,曾子驾阳,孙书傲相,处,三年不知,恶在恒后,物大者故妄小 智博除人王志而知之,韩未反而不知,韩丹,子,杨元人王桃而知之,其王也不知 物小者,亦望大也 淳于昆卫孟子曰,先名使者,为仁者,也,后名使者,自卫者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明,时卫加上下而去之,仁者故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士不孝者,伯仪也,武舅,汤,武舅结者,依吟也,不恶乌君,不辞小观者,柳夏慧也 三子者不同道,齐去亦也 一,者何也 约人也 君子亦人而已,何必同 约,鲁木公之时,公以子谓正,子思,子庚,谓臣,鲁之靴,也自甚 若是乎贤者之无异于国也 约,于不用百里息而亡,秦木公用之,而罢,故不用贤则亡,萧何可得也 约,习者王抱处于其,而何惜善欧,年居处于高,堂,而其又善歌 华周起良之期,善哭其夫而便国俗 有诸内必行于外,为其事,无其功,昆未读也 事故无贤者也,有则昆必识之矣 约,孔子为鲁斯寇而不用,从祭盘肉不,至,不脱免而行 其不善者已畏畏肉也,其善者已畏畏离也 乃孔子欲以畏罪行,不欲畏狗 去,故君子之所谓,众人故不得食也 良相死,惠子欲之良,渡河而聚堕水中,传人就止 传人曰,子欲何之而聚也 曰,良无相,无欲网相之 传人曰,子居传疾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良,哭 惠子曰,子居搜疾之间则无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设计,子之比我,蒙蒙如未是,知苟耳 西吕过东渡河中流而聂,传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 西吕过曰,欲东,说诸厚王 传人言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聂,不能自救,安能说诸厚乎 西吕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畏商也 子独不闻何事之必乎 价重千金,然以之间访,曾不如瓦,砖,随侯之珠,国宝也 然用之潭,曾不如泥丸,其继路耳,以横复恶而屈,一日千里 此,至极也,然始不属,曾不如百钱之离,钱将,莫福中不争,事物不知 阳润离金斩宇气铁,福,此之利也,然以之不履,曾不如两钱之坠 金子池吉成偏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是子之所能耳 若成于子东说诸厚王,献一国之王,子之蒙蒙,无亦复卫士,之狗耳 甘物始于其,渡大河 传人曰,河水兼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 甘物,曰,不然,辱不知也 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可侍主不失用兵,其继,路耳,足及迁,离,智之公事,始之不属 曾不如小离,但将未立,明闻天下,将以至目,不如金斩 金斩,吉而上下随流,无不如子 说千成之君,万成之主,子亦不如物矣 金斩是一则是变,是变则时宜,时宜则俗益,是以君子先向其土地,而才其器,观其,俗,而合其风,总众益而定其教 于人有学远社者,参使而发,以社五部之内,又复参使而,发,是以异矣,不更其宜 譬如愚人之学远社 目察秋毫之末者,是不能见太山 耳听清拙,知调者,不闻雷霆之声 何也 为其亦有所遗也 百人操息,不可谓顾劫 千人傍语,不可 谓直辞,万人比非,不可谓显示 弥鹿成群,虎豹必知 飞鸟成猎,应就不羁 众人成俱,圣人不犯 腾蛇由于雾露,成,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 然则目脱速于瞻之学,所以然者,何也 用心不亦也 腹秋饮,内无筋骨之强,外无爪牙之力 然下隐黄泉,上肯稀土 所以然者,何也 用心亦也 聪者,耳闻,明者目见 聪明行则仁爱者,廉耻分矣 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智者不畏非其事,连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明章也 施云,不至不,求,何用不脏 此之谓也 楚昭王赵孔子,将使执政而风以书舍七百 子西未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录者,忽 使诸侯有如载瑜者忽 长官武官有如子贡者忽 西闻王处风,五王处稿之间百成之地 伐上沙主立位天子,是皆曰圣 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舍七百里之地 而三子左之,非楚之,丽也 楚王岁之 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独剑仪 而旷于贤者忽 是以贤圣罕和,产于长,兴也 故有千岁之乱而五百岁之志 孔子之剑仪,岂不痛哉 卢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受忽 孔子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 夫寝处不识,饮食不洁 亦劳过渡者,即供杀之 居下位,而尚武其君,事欲无厌 而求,不执者,行供杀之 以少贩重,若以五强 愤怒不量力者,兵供杀之 此三者,非命也 人,自取之 诗云,人而无疑,不死何谓 此之谓也 孔子遭难臣,菜之静,绝良 弟子皆有积色,孔子搁两柱之间 子鹿入见曰,夫子之,搁,礼呼 孔子不应,取忠而曰,由 君子好乐为无交也 小人好乐为无舍也 其谁知,知 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 子鹿不悦,缘前而舞,三忠而出 即至七日,孔子休乐不休 子鹿运见曰,夫子之休乐,时乎 孔子不应,乐忠而曰,由 惜者其还霸心生于举 聚见霸心生于晦机 敬闻霸心生于离世 故居不忧,则思不远 身不曰则智不广 拥之而不,欲之 于是兴,明日免于恶 子共之佩曰 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 其不可忘也 孔子曰,恶事何也 语不云呼 三折功而成良衣 夫臣,菜之间,秋之姓也 二三子从秋,者皆姓人也 无闻人君不困不成王 烈士不困不成行 兮者汤困于吕 闻王困于有礼 琴木 宫困于瑶 其还困于长勺 聚见困于惠姬 敬闻困于离世 夫困之味道 从寒之即暖 暖之 即寒也 唯贤者独之而难言之也 一曰 困亨真 大人即 无救 有言不信 圣人所语 人难言信也 孔子困于尘 菜之间 居还赌之内 习三经之习 七日不识 离更不深 弟子皆有机 色 读诗书至礼不休 子路觐见曰 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 为不善者天报以获 今仙圣机 得性 为善久矣 义者尚有一行乎 西居银业 孔子曰 由 来 辱不知 作 无语 如 子已复知者 为无不知乎 则王子 彼甘何谓剖心而死 以见者未必听耶 无子虚何谓掘目 于无东门 子已连者未必用呼 薄疑 书其何谓恶死于守阳山之下 子已忠者未必用呼 则 报庄何谓而肉哭 金公子高中身不显 报交报木而利哭 借子推登山粉死 故夫君子博学身 谋不欲使者众矣 启独秋哉 贤不孝者才也 畏不畏者人也 欲不欲者使也 死生者命也 有其才不欲其时 虽才不用 苟欲其时 何难之有 故顺庚立山而逃于河畔 立位天子则其 欲遥也 父说富攘土 是板柱 而立左天子 则其欲五丁也 一隐 有身是应臣也 父顶祖 调五位而左天子 则其欲成汤也 旅望行年五时卖十欲吉金 行年七时屠牛昭歌 行年九时 卫天子诗 则其欲文王也 管一无束缚交墓 居见车中 自车中其为重妇 则其欲其还宫也 百里希自卖取五羊皮 博士牧羊以为清大夫 则其欲勤宫也 神以名闻天下 以为令 隐 而让孙书敖 则其欲楚装王也 无子须前多功 后路死 非其志欲衰也 前欲合卢 后 欲夫差也 夫记恶霸言车 非无计状也 夫是莫能知也 使记得王良 造父 既无千里之足 哭 知蓝生身临 非为无人而不相 故学者非为通也 为穷而不困也 幽而不衰也 此之祸 福之始而心不惑也 圣人之身念独之独见 顺义贤圣矣 难面至天下 为其欲遥也 使顺居 节咒之事 能自免于行路固可也 又何官得志乎 夫结杀官龙旁 而咒杀王子彼干 当事时 其官龙旁无知 而彼干无会哉 此节咒无道之事然也 故君子即学修身端行 已须其时也 孔子之送 匡简子将杀养虎 孔子似之 假是以为孔子之设 子鹿怒 奋己将下斗 孔 子指之 曰 何人一知不免俗也 夫施 书之不习 礼 乐之不休 也 是秋之过也 若似 养虎 则非秋之罪也 命也夫 由 歌与何辱 子鹿 孔子何知 三中而假罢 孔子曰 不关于高岸 何以知颠缀之患 不临深渊 何以知莫逆之患 不关于海上 何以知风波之患 失之者 其不在此乎 是甚三者 无类于人 曾子曰 想不辞生 见不辞行 君子正义而万物皆成 夫行非为影也 而影随之 呼 非为响也 而想何知 故君子公先成而名随之 子下问众尼曰 言冤之慰人也 何若 曰 回之信 咸于秋也 曰 子贡之慰人也 何若 曰 赐之敏 咸于秋也 曰 子鹿之慰人也 何若 曰 游之 永 咸于秋也 曰 子章之慰人也 何若 曰 诗之庄 贤于秋也 于是 子下必 席而问曰 然则四者何谓是先生 曰 作 无语辱 回能信 而不能返 次能拟而不能 驱 有能勇而不能窃 师能庄而不能同 奸此四子者 秋不谓也 夫所谓至圣之事 必献进 退之力 屈身之用者也 东郭子会问于子贡曰 夫子之门 何其咋也 子贡曰 夫隐阔之旁多网目 良一之 门多吉人 砥利之旁多顽盾 夫子修道以四天下 来者不止 是以咋也 诗云 怨比柳 思 明条 有垂者冤 管尾屁屁 言大者之旁 无所不容 西者南侠子过成太子 太子未烹泥鱼 南侠子曰 吴文君子不识泥鱼 成太子曰 乃君子否 子何是焉 南侠子曰 吴文君子上 笔所以广得也 下笔所以侠行也 于恶 自退之缘也 诗云 高山阳旨 井航行旨 无其感 自已为君子哉 志向之而已 孔子 曰 见贤思其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 孔子关于旅粮 玄水四十人 环流九十里 于憋不能过 圆坨不敢居 有一丈夫 方将 舍之 孔子使人病涯而止之曰 此玄水四十人 环流九十里 于憋不敢过 圆坨不敢居 义者难可计也 丈夫不以错意 碎度而出 孔子问 子巧乎 且有道树乎 所以能入而 出者何也 丈夫曰 始无入 先以忠信 无之初也 又从以忠信 忠信错无趋于波流 而无 不敢用思 无所以能入 而复出也 孔子为弟子曰 水而尚可以忠信 一久而身亲 知 旷于人乎 子路圣福而献孔子 孔子曰 游 是 掺掺者何也 稀者将水出于民山 其实也 大足 已滥伤 即至将之今也 不方舟 不避风 不可渡也 非为下流众穿之多乎 今若衣服甚 盛 颜色充盛 天下水肯加弱者哉 子路驱而出 改福而入 盖自如也 孔子曰 游 既知 无与弱 于言者 华也 奋于行者 法也 肤色之而有能者 小人也 故君子知知 未知知 不知未不知 言之要也 能知未能 不能未不能 行之至也 言要则知 行要则 人 既知且人 夫有何家以哉 游 诗曰 汤匠不迟 圣教日积 此知未也 子路问孔子曰 君子亦有忧乎 孔子曰 无也 君子知修其行未得 则乐其意 既已得 又乐其之 是已有终生之乐 无一日之忧 小人则不然 其未知得则忧不得 既已 得之又恐失之 是已有终身之忧 无一日之乐也 孔子渐荣起期 一路皮球 古色而歌 孔子问曰 先生何乐也 对曰 无乐甚 多 天生万物为人未贵 无既已得为人 是已乐也 人已难未贵 无既已得为难 是二乐 也 人生不免强宝 无年已九十五 是三乐也 扶贫者是之常也 死者民之忠也 处常代 忠 当何忧忽 曾子曰 无闻夫子之三言 未知能行也 夫子见人之一善而望其百非 是夫子之一事 也 夫子见人有善若已有知 是夫子之不争也 闻善必公亲行之 然后道之 是夫子之能劳 也 夫子之能劳也 夫子之不争也 夫子之一事也 无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说 回 若有君子之道四 强于行己 若于受箭 处于带路 甚于持身 众尼曰 时有君子之道三 不适而敬赏 不适而敬鬼 只能娶于人 孔子曰 秋死之后 伤也日益 次也日损 伤也好与贤己者处 次也好说不如己者 孔子将行 无盖 弟子曰 子下有盖 可以行 孔子曰 伤之为人也 甚短于 财 无闻与人交者 推其长者 为其短者 故能久长矣 子路行 此于众尼曰 敢问心交取亲若何 言寡可行若何 常为善事而无犯若何 众尼曰 心交取亲 其忠呼 言寡可行 其信呼 常为善事而无犯 其理呼 子路将行 辞于众尼 曰 赠如以车呼 以言呼 子路曰 请以言 众尼曰 不强不远 不劳无功 不忠无亲 不信无父 不公无礼 甚此无者 可以长久矣 曾子从孔子于其 其谨公以下清理聘曾子 曾子故辞 将行 燕子送之 曰 吴文君 子赠人以财 不弱以言 金服蓝本三年 战之以陆海 既成则亦以匹马 非蓝本眉也 怨子 想其所战 既得所战 亦求所战 吴文君子居必则处 所以求是也 由必则是 所以修道 也 吴文反常一性者欲也 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 终人之情 有余则齿 不足则减 无尽则淫 无度则失 纵欲则败 饮食有 量 衣服有节 公事有度 处具有数 车气有限 以防乱之缘也 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 善 言不可不听也 孔子曰 巧而好度必功 勇而好童必胜 知而好谋必成 于者反事 夫处众善宠 专 是度贤 于者之情也 至骄傲而轻就愿 是以尊位则必威 任重则必崩 善宠则必辱 孔子曰 鞭铺之子 不从父之教 行禄之民 不从君之正 言疾之难行 故君子不疾 断 不义使 以为乱缘 孔子曰 终日言不以己之忧 终日行不以己之患 为智者有之 故恐惧所以除幻也 恭敬 所以悦难也 终身为之 一言败之 可不甚乎 孔子曰 以富贵为人下者 何人不语 以富贵敬爱人者 何人不亲 众言不逆 可谓 知言以 众相知 可谓知实以 孔子曰 夫妇而能富人者 欲贫而不可得也 贵而能贵人者 欲贱而不可得也 达尔 能达人者 欲穷而不可得也 众尼曰 非其地而树之 不生也 非其人而语之 福听也 得其人 如巨沙而语之 非其人 如巨龙而鼓之 孔子曰 船飞水不可行 水入船中 择其墨也 故曰 君子不可不言也 小人不可不 避也 孔子曰 依贤故不困 依富故不穷 马俭斩而负行者何 以辅足重也 孔子曰 不知其子 是其所有 不知其君 是其所使 又曰 与善人居 如入蓝 指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则语之话矣 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嗣 久而不闻其袖 亦语之话矣 故曰 丹之所藏者赤 巫之所藏者黑 君子甚所藏 子贡问曰 君子献大水必观烟 何也 孔子曰 夫水者 君子彼得烟 便与而无 思 似得 所及者生 似人 其留悲下聚聚 皆寻其礼 似义 前者流行 伸者不测 似 至 其富百任之谷不宜 似永 免若而微达 似查 受恶不让 似包蒙 不轻已入 先解已 出 似善化 质量必平 似正 迎不求盖 似度 其万者必东 似乙 是以君子献大水观烟 而也 夫智者何以乐谁也 约 全员愧愧 不是昼夜 其似利者 寻礼而行 不以小 兼 其似持平者 动而之下 其似有离者 赴千任之贺而不宜 其似俑者 账房而轻 其似 知命者 不轻已入 先解已出 其似善化者 众人取平品类已正 万物得之则生 失之则 死 其似有得者 疏疏冤冤 身不可测 其似圣者 通润天地之间 国家已成 是知之所以 乐谁也 诗云 思乐盼水 饱彩其毛 鲁猴立旨 再盼饮酒 乐水之味也 夫人者 何以乐山也 约 夫山 龙耸嘴 万民之所观养 草木生烟 众木立烟 非秦翠烟 走 寿修烟 宝藏直烟 其夫息烟 欲群物 而不倦烟 四方并取而不献烟 出云风通气 于天地之 兼 国家已成 是仁者所以乐山也 诗曰 太山延延 鲁猴是瞻 乐山之未已 欲有六美 君子贵之 望之温润 尽之利利 生尽徐而闻远 折而不挠 去而不忍 连 而不贵 有侠必是之于外 是以贵之 望之温润者 君子彼得烟 尽于利利者 君子彼至 烟 生尽徐而闻远者 君子彼一烟 折而不挠 去而不忍者 君子彼永烟 怜而不贵者 君 子彼人烟 有侠必见于外者 君子彼情烟 道无问之夫子 多所知 无所知 其身熟善者乎 对曰 无知者 死人熟也 虽 不死 累人者必重甚矣 人多所知者好 其用心也多 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 出于害人即 不善矣 道无曰 善哉 月时复曰 不孝人 自贤矣 愚者 自多矣 宁人者 兼莫能香其心口已出之 又未 人物言矣 辟之有可而穿井 临难而后驻兵 虽疾从而不及矣 夫林财望贫 临生望死 可以远罪矣 夫君子爱口 孔雀爱语 虎抱爱爪 此皆所以至 申法也 上交者不失其路 下交者不离于患 是以君子则人以交 農人则田而田 君子树 人 農夫树田 田者则众而众之 丰年必得素 是则人而树之 丰时必得路矣 天下诗道 而后人亦生焉 国家不治 而后孝子生焉 民争不分 而后辞会生焉 道逆 实反 而后全谋生焉 凡善之生也 皆学之所由 一世之中 必有主道焉 父母之谓也 故 君正则百姓志 父母正则子孙孝辞 是以孔子家而不知骂 曾子家而不知怒 所以然者 生 而善教也 夫人者好何人 不人者好离人 故君子居人奸则智 小人居人奸则乱 君子欲何 人 辟有水火不相能燃也 而顶在其间 水火不乱 乃何百味 是以君子不可不慎责人在其 间 其谨公问燕子曰 寡人自作地 二三子皆作地 五子独千草而作之 何也 燕子对 曰 英文之 为丧羽欲作余地 今不敢以丧羽之事事于君矣 齐高亭问于孔子曰 亭 不矿山 不植的 一缩提植京器 已问世君之道 怨夫子告 知 孔子曰 真以钱之 敬以府之 待人无倦 献君子则举之 见小人则退之 去而饿 心而忠语之 敏其行 修其礼 千里之外 亲如兄弟 若行不敏 礼不合 对门不通矣 对门不通矣 对门不通矣